By no means By no means 的意思呢 这边中文翻成绝非或者是一点也不 好那我们先来复习这个字 这个字呢念成 mean 好那 mean 注意哦 它没有加 s 的时候 可以当作形容词凶恶的或者是逆色的 当作动词它的意思 可以当作意志或者是意识式 它的动词三态注意是 mean meant meant 但是这个 mean呢 你会发现这边的 mean 它其实是加了 s 对不对 注意加了 s 它的意思就是手段方法 或者是工具收入的意思 所以这边呢 By no means 的意思是绝非一点也不 来这边有两个同意片语 建议同学呢一起把它记一记 第二个很常见叫做 not at all 就是一点也不 in no way 就是绝非一点也不的意思 OK 好那在我们讲例句之前呢 Andy呢想要跟各位呢 补充另外一个 各位可能有印象看过的 叫做 by all means 当我们把这个 no 把它改成 all 的时候 注意哦 它的意思完全不一样 它的意思在这边 我们就把它翻成好的 当然可以 没问题 叫做 by all means 好 例如说呢 有人跟你讲说 may I borrow your pen 我可以呢借你的笔吗 by all means 好 当然可以 没问题的 好 我们来看例句 although the movie has received high praise from the audience it is by no means the best work of this director 好 他说呢 虽然尽管这部电影呢 received high praise 好 这 receive high praise 指的就是获得好评的意思 好 他获得了什么人的好评 好 从谁那边呢 从观众 所以呢 他获得观众的好评 但是呢 他绝非 他一定 他不一定是 他一点也不是 虽然大家都很喜欢这个作品 但 对不对 但是呢 他绝非呢 the best work of this director 并不是这个导演呢 最好的作品 注意哦 这个 work这边不要当做工作 他的意思 我们不要把它翻成作品 好 所以这个片语 by no means 绝非 一点也不 by all means 好的 当然可以